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我是Kevin 这节课我们接着来实现剩下的三种状态 先将项目还原到上节课的样子 在上节课中 我们已经实现了巡逻状态 现在我们就来实现追逐状态 接着在下面再写一个方法 一旦切换到追逐状态的时候 我们需要将目标位置置换成玩家的位置 然后计算AI对象与玩家之间的距离 用他们之间的距离来进行判断 如果AI对象的距离与玩家的距离 小于攻击距离的时候 就将当前状态切换到攻击状态 如果当前距离已经大于了巡逻状态 就是玩家已经离开了 我们又将当前状态切换到巡逻状态 这里写了两种根据距离来转换状态的条件 追逐状态的具体实现跟巡逻状态具体实现很相似 都是朝目标位置移动 先改变目标对象的朝向 然后再控制AI对象朝目标位置移动 再播放移动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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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写攻击状态 还是先将目标位置复制成玩家的位置 计算两者之间的距离 判断一下是否满足攻击的需求 如果距离已经大于攻击的距离 也就不能攻击了 并且距离还小于 这里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追逐的距离 将当前状态 将当前状态转换成追逐状态 并退出计算 如果距离已经大于了追逐距离 那么我们就将AI对象的状态切换为巡逻状态 这里它既不满足攻击 也不满足追逐 我们就把它置为巡逻 然后退出计算 这里既然是攻击 所以我们也需要让AI对象正面朝向玩家 还是需要计算转向 然后播放攻击动画 然后播放攻击动画 我们需要判断一下 如果上一次攻击的时间 大于等于间隔时间 我们就认为可以攻击 并且将上一次攻击时间制定 并且将上一次攻击时间制定 否则就不能播放攻击动画 我们就播放一个站立动画 这就是攻击状态的具体实现 这里因为我们的动画控制器用的是第三方插件的动画 在播放攻击动画 在播放攻击动画这里 我们需要去改一下 我们去改一下插件的代码 先切换到这边 然后找到这里 找到声明这里 这里重新声明一个动画对象 名字改一下 名字改一下 我们在后面随意加一个区分一下 区分一下就好了 然后去设置一下攻击动画的一些参数 就将这个方法复制一下 我们为了节约时间把它复制过来来改 播放对象改成我们的 因为我们是单个对象 所以取消掉这些东西 将我们这个对象复制一下 然后改变一下里面的这些对象 这样就改出了一个我们单独的攻击动画播放的方法 改一下名字 就叫MyAttack 其实这样改了之后还没有成功 我们还要去找到另外一个类 我们去找到一个 这里有一个动画编辑器的一个类 我们将这个类里面的所有内容都注释掉 这样我们在Unity的编辑器当中才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创建的那个动画控制器 返回我们刚才写的代码这里 将这个方法改成我们改的那个方法 这样攻击状态就全部实现了 再将最后一个死亡状态实现 其实这里我们没有用到死亡状态 虽然我们将它写出来了 并且也实现了它的方法 但是并没有调用 因为我们没有数值 没有真正的攻击伤害 所以死亡状态我只是写在这里并没有用 不过大家下来倒是可以将 AI对象的血量添加上去 或者说可以给它设定一个时间 AI对象过多久之后 就切换到死亡状态 现在这个状态机的所有状态都实现了 但是并没有调用 现在就要来重写一个复类的方法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根据当前状态 调用相应的事件以及实现方法 就是我们这里就用每一帧更新状态 在这里写一个switch语句 将当前状态传进来 然后判断相应的状态 如果是巡逻状态 就调用巡逻的方法 如果是追逐状态 就调用追逐的方法 攻击状态 调用攻击的方法 虽然死亡状态我们并没有用 但是还是将它实现在这里吧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有限状态机 在攻击状态中用到了一个参数 我们也在这里来计算 就是上一次攻击的时间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 用有限状态机实现的决策系统 我们还是到Unity中去验证一下 这个有限状态机是否有效 退出代码编辑器 打开一个我们以前的场景 就用这个场景吧 将这些不要的东西删掉 把AI对象身上不要的也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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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上我们刚写的 Sample FSM 这些初始参数我们先不去改变它 调整一下我们改过的那个动画控制器 这里找到我们声明的那个动画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上面的一些参数 可以根据下面这个 攻击列表里面的那个动画控制器的参数来调整 它的名字 要播放的动画 动画播放的速度 然后这里是攻击特效 然后这里是攻击特效 声音特效 动画控制器 收完了 我们来创建几个寻录点 将寻录点的标签改变成 我们 开始写的那个标签 然后复制几份 然后复制几份 调整一下位置 这里我将场景调整完了 我把角色拖的更远了一些 为了避免让AI对象一来就进入追逐状态 所以我将角色拖的更远了一点 让AI对象先在巡逻状态当中循环 然后AI对象一旦进入他的追逐距离的时候 他就开始追逐并攻击他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效果 为了看得更清楚 我们在编辑界面来观察 大家可以看到 AI对象在这几个巡逻点之间 随机的徘徊 然后我们把角色移过来 先看到AI对象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 AI对象现在还处于巡逻状态 当我们把角色 靠近到他的追逐范围的时候 这里他已经切换到了追逐状态 我们可以跑开追逐的距离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AI对象并没有脱离追逐状态 而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 一定是我们的代码有问题 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的代码 刚才是在追逐状态出了问题 我们主要看一下追逐状态 哦,这里 当AI对象与玩家的距离 大于等于追逐距离的时候 我们应该将状态切换成巡逻状态 这里写错了 好了,保存一下 我们再去看一看 再将项目运行起来 让AI对象进入追逐状态 现在已经在追逐状态了 我们脱离掉这个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 切换成巡逻状态之后 AI对象就跑回去了 当切换到巡逻状态 AI对象又在寻找巡逻的目标点 然后在这几个目标点之间不断的徘徊 这样我们的巡逻与追逐两个状态都没有问题 现在去测试一下攻击的状态 现在又进入了追逐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攻击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AI对象在每隔两秒左右的时候进行一次攻击 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的攻击状态也没有问题 死亡状态因为我们没有写死亡条件 所以这里我们就不用去测试它了 好了将项目停掉 这就是我们的有限状态机 以及在相关的状态之间切换 大家下来可以根据我们现有的代码以及思路 将AI对象的状态丰富一些 并且可以加上死亡条件 切换到死亡状态看一看 以上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全部内容 下节课我们将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有限状态机 好了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了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 好 谢谢观看